日前由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举办的台东县101年体育发展会议中 许多体育学校校长教练建议专任运动教练不足希望可以增加 还有建议提高全中运跟团体赛奖金给奖的制度问题 现场应该来了解我们这几年台东足球推展的情况 其实我们很多学校的校长还有教练都无怨无悔 然后很义无的在付出 那现在我们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足球还没有一个场地可以让我们用 那我们现在都是在体育场嘛 那体育场会比较有点危险是因为 现在小朋友都长大了角力都越来越强了 万一球一踢到外面在跑步或者是上步的民众 其实还有他的危险性存在 我们每一期就是在这个项目啊都算是一半以上都 几乎一半以上的奖金都是全国性全省性的比赛 那很难去认定了都是看出面 那当然如果是全国运动会全民运动会他不用看什么秩序策 只要选手有这样的成绩的奖状直接就是因为这个是参加过都已经出到各地的那个出赛都已经决选到全国性的比赛 为了凝聚县内体育界人士以及各方人士的专业意见 并且广征各方建言 日前也特别召开了台东县101年体育发展会议 而县长三个小时全程的参加 并且听取了体育先进的拙见 令大家相当感佩 但是体育运动大概可以分成三大项 我个人的看法 我今天这个在座的很多都是比我还专业 我们待会就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个人觉得至少有三项 第一个就是全民运动 怎么样让生活在台东的人 这个基本上因为喜爱运动 大家都可以变得更健康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是竞技运动 竞技运动就是我们代表台东 对外出去参加比赛 能够为台东争得很高的荣誉 振奋我们台东的这个民心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每一个县市都在努力 每一个国家也都在拼 他更承诺全力争取企业界的资源协助 以及争取专业运动教练的名额 让更多的体育人才返乡贡献所学 来迈向体育大县 东台宣布发明的采访报导